为何称基本法为宪制性文件,而不是宪制文件? 班淑仔,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是好 一个国家只可以有一个宪法 在全国每一寸土地都实施 按照中国宪法第31条 国家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设立特别行政区 具体情况和制度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用法律来规定 以香港来说 基本法就是按照宪法第31条 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这个宪法是大法 基本法是特别的法律 在两者有不同的时候 是以特别法律为准的 不可以说宪法不在香港实施 所以基本法是宪制性文件 不是宪法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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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